大家好,我是奈里 欢迎来到我自话自说的频道 一位长相清秀的文青男孩 正在外面玩吹泡泡 享受这片刻的宁静 突然前方来了一位 头发被炸药炸开的爆炸男孩 脸上还挂着来者不善这四个字 朝文青男孩走来 文青男孩不以为意 继续玩吹泡泡 可爆炸男孩被文青男孩忽视 感到很不爽 抢走泡泡棒 并得意的摆弄泡泡棒 给文青男孩看 文青男孩生气的冲上前 要抢泡泡棒 可惜失败了 爆炸男孩的气势更嚣张了 就在这个时候 文青男孩的好朋友 跑来拯救文青男孩 一出场就惊艳了所有人 这身材啊 鸡肉感100分 线条100分 建议有为也100分 哇 真是太多的满分啊 吓得爆炸男孩丢掉泡泡棒 落荒而逃啊 泡泡棒又回到了文青男孩的手里了 他将泡泡棒呢 递给了鸡肉男孩 一个人玩没意思 两个人一起玩才有乐趣嘛 结果鸡肉男孩太开心了 手一挥呢 手黄上的锚钉竟在腹部呢 画出一口纸 诡异的是口纸流出来的是 空气呢 不是血 文青男孩大吃一惊 不敢相信眼前所见的 吓得说不出话来 可怜的孩子啊 一天被惊吓两次啊 你可能要叫妈妈带你去找九天选女 降落降落 收惊一下吧 至于鸡肉男孩也别灰心啊 秘密总是会有肉馅的一天啊 你只是穿了质感不好的 冲击式的鸡肉衣 等你以后长大了 赚钱了 再买件质感好的鸡肉衣吧 乖哟 我是奈里 我们下次再见